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在做手术之前告诉你 就在前两天 我给一个小的 我给一个小伙子做手术 就是因为没有拿药 他疼死了 你还能相信我吗 看来 你真是个医生 以前经常跟别人做手术说 以前我相信你 现在我心里 快点下刀子 你那连累兄弟们 你要不要咬一块布 真的很疼 我怕你到这儿叫出来 会引来追兵的 你太小瞧了 黑木桥了 快点 走 快点去追 追 你两个笨蛋 给你们家伙怎么不开枪 别怪大哥平时没教过你 可是没吃过猪肉 还没借过猪跑 这玩意把它搬开 快点 一楼 不就想了 这就对了 走 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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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小库崽子 刀不动你就走死吧 救老爷 还有子弹吗 没有 把枪扔了 你还有阻弹没有 你混蛋 连枪都不敢开 还配给我当救老爷 混蛋 小蛋糕 拉他先走 小蛋糕 干什么 滚 他有没有酒 有 小蛋糕 小蛋糕 不用担心 他只是疼晕了 等我给他包扎完伤口 马上转移 别跑了 你不是没劲了吗 不跑了 不跑不行吧 这要被逮着就是死啊 这个 喊救命 我让你们喊救命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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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团夫 就是他们三个 没有黑木桥 没大少爷 可不是我吗 胡团夫 胡团夫 干嘛呢这是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胡团夫 您可算是来救我们了 您就是我梅仙祖的重生父母 再造爹娘啊 胡团夫 刚才给他们打的好像就是他们三个 跟你们打的 跟你们打的那是土匪啊 黑木交代着一百多弟兄把我们仨当肉票压着我们往后山跑啊 要不是你们大军及时赶到我们仨早就没命了 马司令呢 马司令是不是亲自带兵上山来救我们了 太阳兄 胡团夫 别耗了 胡团夫都来了 你们还好什么 胡团夫 您能来救我们 胡团夫 行了 别耗了 都给我带回去 是 胡蛋 让你活捉黑木桥 你给我带回一个梅仙祖 你怎么不枪毙了他呢 四令 他说他是肉票 带个胡子回来就他娘的不好办了 什么 晕死过去了 府长会他现在人在哪儿 还回他房里去了 怎么样啊 还拿着呢 人醒过来了吗 还没有 那吃药了没有 早一个时辰 按照老爷开的方子把药灌下去了 那老爷说要不要紧呢 老爷说八成是连争带下的 不要紧 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您要是不放心进去瞧瞧 不了 府长会躺着 我进去不方便 人要是醒了派人通病我一声 是 二太阳 二太阳 什么 下了狱了 来人呀 来人 我是梅家长辈 梅姨鹤 你赶紧拿起来赎我们呀 来人 别叫我了 再叫我 我让杀得狠粗把你绝蛇 梅姨鹤 你拿起来赎我们呀 肥姨鹤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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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了不了不了饶命啊我说饶命啊我说饶命啊 哎呦 这不对啊怎么把咱们给关起来了 别怕 咱们是被土匪绑了票的被绑犯哪条往返了 我也想不明白怎么把咱们关起来了 哎 哎我说去叫马荣马司令他弄错了我们是被土匪绑了票的怎么把我们还关起来了啊 别给我装哑巴 你给我小心点 本大少爷要是出去 你吃不了兜着走 通匪的罪名已经定了 要不也不能下大狱啊 至于怎么处置 是在御萍执行枪决呢 还是押往省城赛神神还没定下来呢 这不 马司令说跟你们梅家有交情 不能不告诉你们 特地让我来通禀一场 行了 话我给你带到 告辞 哎 哦 我 没有了 我对不起 我死都算了我 我死都算了我 不行 不行不行 不行 我可不能就这样死 这样一剑子下去 再做我疼啊 我 我很想个脆弱点的私房 还得留个拳户身子 只要懂当阴草低伏 才得被当成亲呢 稀薅 你带肯定了 我 行啊 行啊 没家大少也没贤族 让胡百万给抓来了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 你说我是枪毙呢 枪毙呢 还是枪毙呢 干吗枪毙呀 他又不是土匪 他不是土匪 他太家子比土匪还土匪 他勾进土匪抢环境 天理不容 不毙了他 我这交匪司令就白当了 你这是干什么 司令 我求求你 求司令去开 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司令 我知道你们俩是相好的 他还跟老宝子说 他要卖油郎独占花 他回他娘子 他也敢回转卖油郎 人家卖油郎后来考上庄元了 他做什么东西 让我饶他一命 是不是打算找机会跟他私奔了 我他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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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他已经嫁给司令了 我他一辈子都是司令的女人 司令 我求求念就看在 好了 看什么看 我告诉你 我谁都不念 我就念你是我媳妇 还给我跪下的份上 我就先不毙了这小子 躲他一只手 得了吧 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 我是司令 又不是土匪 我躲得人家手不干什么呀 逗你玩呢 起来吧 起来 大少爷明白这是肉票 怎么成了通匪了呢 再说 他们平时里要枪毙真正通匪的罪犯 哪有通报家人的 我看他们明白这是要钱的 老爷 这个马荣确实是贪得无厌 可我想这次 不是县大洋能够打发的 你想啊 我们要是送了钱 就是承认了贤族有罪呀 背上了通匪的罪 到哪都是枪毙呀 自作孽不可活呀 自作孽不可活呀 大少爷 大少爷 好了好了 瑞芳 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二太太 你快去求求白大帅吧 不管怎么说 你们毕竟是亲戚 他不会不管的 我表哥在省城 原水解不了净可呀 马荣也不是不知道 咱们家和白大帅的关系 怕就是怕他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 总之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闹大了 万一被摆到台面上 那贤族 说什么都活不了了 说什么都活不了了 哎 这不是梅家三太太吗 是马一刀啊 三太太还是这么漂亮啊 你怎么还是这副德行 看着就让你讨厌 三太太 我德行是不是好 啊 对了 今天我没有听说唐哥约人打牌啊 娶了个妓院的头牌 那得多会伺候男人啊 司令哪还有心思约我打牌啊 哎呀 三太太我都看见了 那娘们怎么能跟你比呢 我呸 我能跟她比吗 小心我到嘴巴抽你 我抽 我抽 我知道三太太心疼我 总说抽我 就是不抽 废屁 好 怎么了 吃刺了 别这样啊 这样我可就不喜欢你了 我天天都在梅家吃苦受罪 伺候糟老头子 受太太们的气 连个下人 也敢对我大声小气的 我过的是人过的日子嘛 你倒好 过得挺舒坦 大把大把的献大洋挣着 年轻漂亮的女人搂着 怎么着 不想管我了 我怎么不管了 那你就治梅家全家通匪的罪 把她全家都给杀光 你这个娘们可真够狠的 我天天都这么想 可是我上头有白的帅呢 那是二太太的亲表哥 那梅贤祖呢 你是疯了 傻了 你还是这儿浸水了 怎么能让人把她给抓回来呢 就应该在土匪上一枪崩了她 多好的机会呀 她要一死 这梅家所有的产业 不都是你儿子的吗 对呀 我怎么没 现在不晚 你说什么不晚 我这就去 一枪毙了梅贤祖他们老梅家 就剩我儿子闲运一个了 那么大的一份产业 不费吹灰之力 就是我们的了 司令 你现在就去毙了梅贤祖 我可就在这儿等你的喜庆了 破了大少爷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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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狗 你凭什么帮我 你想把本大少爷怎么样 破了大少爷 破了大少爷 闭嘴 行啊 梅贤祖 还有俩死兵塌地的精力 把这两个嘴给我封上 捆起来 让他们踏踏实实看着他们的主子 挨抢子 是 舅老爷 那可是我舅老爷 阿蓉 天下还有王法吗 你不会是要对我动私刑吧 不会 我是司令 我不是土匪 把人带来 滚 是 快点 昨天 有一个人上了黑龙山 让你们土匪帮忙抢花轿 抢完了花轿 还要假扮肉票 骗三千块献大洋 有这么回事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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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那这个人是谁呀 就是他 他说他自己是梅家大少爷 还说他自己占山为王 占的是兔尼巴山 他昨天还请我们喝喜酒了 没义气的东西 就你们也配当土匪 看 这都是你们画的鸭吧 是是是是 司令 你说我们指出土匪的人 就放了我们的 行了 跟我站吧 再走 走 快点 快点 北叶祖 刚才土匪的话 你都听清楚了啦 这张是你的 你看好喽 相决书 看清楚点 这仗头可盖着 玉平的军政大印哪 我这不算是动死刑吧 马司令 马司令 我真的没干什么坏事啊 我是被冤枉的 他们都是土匪 土匪的口供能信吗 马司令 我真的是被土匪绑了票啊 是您的兵 是胡团队把我救了 大恩大德 我还没来得及谢呢 马司令 你听我说 要是以前 我有什么得罪您的地儿 都怪我年轻不懂事 我以后一定改过 您好不容易 从土匪手里把我救了 可不能就这么毙了我呀 您放我一条生路 我们没讲 一定好好谢您 马司令 您是大司令 大英雄 您可别吓唬我了 我胆子小 我胆子 就像杰森子儿那么小 梅仙族 对通匪一事 共认不讳 一力相决 立即执行 你小子也有 到饶的时候 不让你死一回 你记不住本司令的厉害 你们不杀我了 谁让我是菩萨心肠呢 顾木珍 你爹也不能让我白发身心 你可得给我记住喽 再敢在我的地面上造死我 随时都能打死你的脑袋 是 有人哪 真不愿意向这种人低头 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贤祖在人家手上 要想保住他的命 也只能是这样 就把咱们送出去 也救不回那个孽障了 一定能 马如是苦出身 扛枪打仗熬过来的 这些年以剿匪为名声 献大羊年不少 可是他现在就缺的是这个 我们算是投其所好 怎么样 猜 不用猜 太好了 再没人敢拿闲鱼 不当个人了 报告 谁呀 什么事 梅以鹤求见 这老黄霸怎么来了 我怎么办 没事 你到屏幕后等多会儿 行 梅大爷 是 行 梅老爷 马司令 连二太太都大驾光临了 请坐 看场 是 我这儿的茶叶课比不了你们没家 我是个粗人 一介五夫 有点色就行 司令说笑了 上次啊白大帅来信还专门提到司令呢 是 说玉平得马司令镇守 实乃苍生之信玉平之福啊 白大帅来信还提到过我 二太太是白大帅的 表妹 说来好笑啊 小时候表哥来我们家玩 我可没少欺负他 对 现在可是不敢了 人家是大帅了 我这表哥呀最认亲了 就我这么一个表妹 老念叨着要来看我 到时候啊 我带着表哥来拜见马司令 不不不敢不敢 大帅拜会我 大帅要是真到了玉平啊 那 那我得脱了鞋 我去 不是怎么说了这 就这意思吧 马司令 今日前来主要是为了权子之事 万望马司令能够帮权子一把 妹某感激不尽啊 我就说嘛 二太太和美姥爷来 不是来找我马龙唠家常的 贤祖啊 你们来晚了 让我毙了你 你看我这个人哪一着急呀 就容易说错话 我是说呀 你们要是来晚了的话 我差点就把他给毙了 坐坐坐坐 马司令 贤祖到底犯了什么罪呀 罪大了 通匪呀 七八个土匪都禁认的 各个都签字画样 现在是证据确准 我想救他 可是我不能颠倒黑白的 说他没通匪吧 这样我也对不起 接银索事捐钱 让我剿匪的欲凭百姓呢 来人 走 去 把那几个土匪的口供 和军政办公处下的枪决通知书 拿来 给美姥爷和二太太过目 是 马司令 不必了 这些公务文件 草民就不必看了 要看 一定要看 不看 我怕你们不信我 信 我们来这儿就是信马司令 还是二太太会说话 没老爷二太太 说实话吧 枪决书已经发了 我没有立马送大少爷归西 看的就是二太太的面子 谁不知道白大帅 是二太太的亲表哥呀 我想啊 就别再欲凭之行强决了 我和你们老媒得有交情 我也下不了手啊 这样吧 我把他呀 送到省城去 你们赶紧找白大帅活动 也许可能这个人还能活命 司令说笑了 这要是定了通匪的罪 到哪儿还能活命啊 老爷 马司令 这是什么 房契 梅家有一处院子 祖辈起名叫和乡别院 昨天您打婚 以贺原本应该过去贺喜 把这乘上 可是身体不适 没有钱去 今儿补上 请马司令 上那 何乡别院 这可是远近闻明的好院子 无功不守路 再说 我这儿有个地方住吗 马司令 这是您真正办公的地方 总不能让新娘子和老太爷 一直都住在这儿吧 你看 还是没老爷想得周到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马司令 那我们家贤祖 明天 明天一早 保准到家 谢谢马司令 谢谢马司令 我怎么在马容的办公室里 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 骚香骚香的呛鼻子 老爷有没有闻到 我鼻子不痛好多年了 你们女人就是鼻子好使 走 咱们回家 给我 你帮她的破院子干什么 给我 给我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你给 让你一枪毙了梅仙族 他们家大小院子 不都是你 怎么 臭娘子 反正你俩就要学起我来了 我打得你满地找牙 你行不行 不行 我 你干嘛呀 你不是说呢 要一枪毙了梅仙族吗 从长计议 你懂不懂 梅仙族那小兔崽子 我什么时候想拧她的脑袋 我随时都能给她拧下来 你刚才没听见 她有后台 我就是夹着一步做人 白大帅还找我毛病呢 再说了 儿子还小啊 你招什么急啊 行 我还有公事呢 你赶紧走吧 滚哪 爹 看见没 好急啊 河湘别远 这可是远近文明的好宅子 想不想去住啊 想 是吧 别着急 过两天咱就搬进去 爹啊 你知道你儿子 当司令这么多年 为什么没有给您 置办一大宅子吗 让您住在我这军政办公处 那就是因为我了解您哪 不是啊 一般的宅子也配不上您 您是谁呀 您是我马荣的爹 有朝一日我在玉平称老王 您就是太上皇 司令 您回来了 呦 不错呀 有点像当媳妇的了 你这是真的呀 还是装出来的呀 你不是有事要求我吧 还真让司令猜着了 是有事 说吧 什么事 司令 司令 刚听小丫鬟说 梅仙祖他爹来求您了 就请司令开 快把他放了吧 给你的卖油郎求情啊 我本来是要毙了他的 明天就让他滚蛋吧 真的 谢谢司令 谢个屁 你个臭婊子 老子八抬大叫抬你 你都露不出个笑模样来 一听说我要放着梅仙祖 你就笑了 我明白了 你就惦着 不定哪天跟着梅仙祖私奔呢 没有 没有 还没有你个臭婊子 不说实话 我要不拿机枪偷毒你 你是不说实话 你当你那点心思我看不出来 看不出你的心思来 我这司令又是白当了 真的没有 没有 好 我现在就拿机枪 先把梅仙祖偷偷了 别 别 司令 有 有 有 认账了 不是 是啊 司令 我曾经是想过要跟梅仙祖私奔 可那念头现在早就没了 花钱为我输了身 又发开大叫把我取进了门 我现在哪敢不好好跟您过日子啊我 这倒像句实话 我告诉你 你现在已经是我媳妇了 你要是给我三心二意 别说自杀呀 我让你死都死不成 你会不成功 我会不成功 你会不成功 你会不成功 你们看就有这种 奋斗去找多弄些回来 是 弄这个干啥呀 捣碎了 给你们大当家的伤口敷上 你不是学洋医的吗 草药呢 你也懂 从小就会 我爹是郎中 在玉萍梅家大药房当掌柜的 你爹是梅家大药房掌柜的 那昨天跟你拜堂成亲那小子 你不认识 我怎么可能认识一个土匪 土匪 呸 他也配 他就是梅家的大少爷梅贤祖 不对啊 你爹是梅家大药房掌柜的 不会是福叔吧 我爹叫王福 别人都管他叫福叔 走路有点瘸 对 马荣宫山的时候他在山洞里 他是替梅家来送赎金的 什么 我爹昨天在山洞里 你怎么会在我的房间里 瑞芳 我说福掌柜该醒了吧 福掌柜 老爷和我特地来谢谢你 我这怎么干呢 王府啊 你在梅家大药房 当了十年的掌柜 人品 医术 有目共睹 这才上土匪山 耿着江生死置之都外 这片赤胆中心 我们一鹤感激不尽啊 我替梅家的列祖列宗 谢谢你 老爷 言重了 言重了 老爷 二太太 我对不起你们 我没有把大少爷带回来 我这不争气的 一听见炮响就晕过去了 我怎么还敢鞠躬啊 也不知道是哪位 把我救了回来 小虎 小虎 什么烟 なた逼了 小虎 di 一百一十七 一百一十八 大哥 大三的弟兄们都聚集了 加上你我 正好一百二十号 兄弟们 咱们与马荣的仇 不是一天两天了 就在去年 三当家 四当家 武当家的 就中了马荣的拳套 被人来赶了头 这次 又勾结贼老二 不惜咱们海荣山 现在兄弟 只剩下一百二十号 黑木交易马荣的仇 不够丹田 我们东与马荣 出宫呆田 出宫呆田 大哥 下病了 我这就带弟兄杀进玉兵去 拼了咱的身家性命 我就不信我弄不死了 老刘 你脾气太急了 我看我 我们与马荣的仇 不是不报 早晚要报 但不至现在 你看看兄弟们 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 怎么报仇啊 刚才 我派兄弟回去打当口 这个贼马荣已经下山 在黑龙山上 只留下一个牌 名贵神速 今天夜里 我跟六当家的 各带一支队伍 各带一支队伍 分别从前后山进去 杀这个违法将 消灭这个牌 把咱黑龙洞 断回来 把黑龙洞 躲回来 躲回来 不行 行 甭说打仗了 你现在根本就不能动 你 哪儿都不能去 杨姑娘 不用你管了 我自己的筋骨 我自己最承计 我是你的医生 你必须听我的 你的伤口 现在根本没有愈合 稍微动作大一点 就会流血不止 到时候 红娘子也救不了你的蜜 王姑娘 大哥 王姑娘的话 你还是得听 她救人手艺不一般 说的 想必差不了 王姑娘 照你这么说 我还要等多长时间呢 至少七天 最好半个月 还要看伤口的愈合情况 不行 兵贵神速 想夺回黑龙山 比起功行不倍 如果再过几天 马龙加强了戒备 岗上也安排好了 再想夺回黑龙山 还有洞 那就难了 现在看看 看看我的兄弟们 像丧家之犬一样 我必须要给我的兄弟们倒动我 怕的是 你有命夺回山头 却没命做 我 却没命做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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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